今天是2020年6月25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 快了 今晚是2020年6月25号 今晚祖国统一台湾没啊 快了 Today is June 25th 2020 Hashchino Unified in Taiwan Today Revison 今天的视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昨天去华为南京东路店开业的排队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这一家店开业之前的话 其实华为在深圳的万象天地店开了一家 再之后的话也是在上海的爱琴海店有开了一家 加上这一家店的话应该是有三家指引店 我不知道指引店的数目是不是只有三家 如果是我记错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还是说其他的店是经销商或者怎么样 不过没有关系 我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这一家最大的全球指引店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我去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热闹的 他是早上10点钟开业 昨天早上10点钟开业 但是我是下午6点钟 我6点钟下班之后 我才去到这个景点去看一下的 但是我去到之后 原来发现其实还能领到他发的一个纪念品 我去的时候 原本以为我已经拿不到华为免费赠送的开业购物带了 因为我在预约的时候 他上面有提示 这个购物带它的数量只有5000件 送完即止 但是我在预约的时候呢 我是下午下班6点钟之后 他差不多6点半的时候 我才去到门口 我重新预约了一次 我预约的号是7000多号 没想到的话还能领到这个免费的购物带 还是挺开心的 那么话不多说 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华为开业当天的一个盛况 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下班了 因为呢 华为是今天开店了 今天早上他们开店 但是我今天下上班嘛 所以我呢 我只能下班之后再来 华为在对面 然后现在我去过马路 看一下我早上那个预约码还能不能进去啊 因为我早上约的是10点钟到10点半进场 希望可以进去 刚才呢 重新扫了这个二维码 早上二维码不能用了 哎 现在再测一下体温好 大家就准备排队进店 人还是很多哎 你们看 前面有这么多人 后面的话也陆陆续续有在排队 现在现在几点钟啊 晚上的 6点51 6点51分还是在排队进店 好的好的 现在准备进去了 好的谢谢 他们还发了一瓶水 是这个小哥发的 发一瓶水 我刚才看见他这样的 好现在准备进店 这个水没有LOGO 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跟华为同在做的 是否有意思 然后可以前辈把我打好吗 开过还是好 你是不是有youtube 我来进来 那来看一下 进来之后有一辆车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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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后面手机其实好多人 不知道今天他们生意好不好 然后这边是他们的一个城市广场 这边是讲座的地方 然后呢他们就坐位坐下来 这样我们去三楼 是不是还可以领袋子 应该 再准备去一下三楼 他们这个电梯楼梯是这样的 这边楼梯 上面的方便有四个 你好 你好 他准备上了 二楼的话应该是配件区 在这边 它会有一个静电礼品 兴取处 现在我来做一个简单的开箱 你在进店之后会有一瓶水 一个袋子 大家可以拍一下 也可以近一点来录这个 我给大家看见到这个袋子长什么样子 黄氏战争的联名 还给过一个那个叫什么 那个手机机在贴是吗 对 上午 那是黄氏战争的联名 好 正面的话是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形象是吗 对 我不知道 没听过 我问你了 人家那个是 对的 在那个条上有 还有一套 对 对 对 没事 这里 有两款 现在只有这一款了 这一款这个也是 哦 对的 这两款 总的来说 它发的袋子有两款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好 反面你们可以再看一下 反面是一样的 就是正面都一样 哇 他居然就是给服务器给大家看 就是我之前没想到 这里的话应该是他们的售后 售后的地方 好 已经有人在买手机了呀 是不是在做私人设置 你看一看 这个是预约售后的地方 那我随便点一下看看 好 要说手机号码 好 反了 好 要说手机号 行 点了 点两个 点了这个故障 我们检测维修之后 在这边 有个单子 好 等一下 好 目前只有一个人等待 我随便点了一个 所以大家如果来这边预约售后的话 点一下这个屏幕 好 好 那么在这边 你们就可以看得到过程 然后他们维修的话 也是可以看得见过程的人 他们好像维修是可以看得到过程的 然后顾客看着的话 就很安心 有这种感觉 然后如果是哪一个零部件有问题的话 后面就是全新的零部件可以掉出来的 他的收货过程可以让顾客看到到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这边是一个运动健身的区域 还有几台跑步机 这边的话是产品的体验区 这边是别的产品 这游戏手柄 这边进来的话是影音室 可以体验那些音响 影音语 觉得 这边都有单独的小房间 那会有电视 你可以看这边 这边是游戏跟VR的区域 这里还有一个小房间 这个小房间没人 现在来试听一下周杰伦的这一首最新的新歌 Muchito对不对 是不是念这个名字 Muchito Muchito 我我out了 好 那播放一下 大家发现 原来他要三块钱去听 不过没关系 既然听不到的话 那就听 白摩他就不能看着听 他等我没花这三块钱 那随便点一首歌来听一下好了 你们可以听一下他音效怎么样 黑色的背后是黎明 因为来日方长所以别把梦吵醒 时间他继续飞行 像一阵机窗门外 拥抱你的背影 而且他这个可以 就是两个住室 黑色的背后是穿起 好 好 介绍一下这个 房间 这边有个灯 他这个房间应该讲还是蛮用心的 墙都是做的新音 外面的声音我真的听不见了 对 他墙他用的都是新的材质 风格来讲还是比较简直 他什么都有 真的像在家一样 挺好的 哦 现在我觉得应该拍一下 他那个低音的震动力感 这音箱多少钱啊 1999 1999可以买呀 可以买的 性价比很高 很给力啊 而且听起来很舒服 对 没有那种烘头的感觉 可以 买它 那他不是跟某人家手机合作 二楼这边还有一辆车的模型 应该只是模型吧 你要请问这辆车是真的车吗 这是模型 模型而已 对不对 哦 还挺酷的 概念车 概念车的模型 长这个样子 他停在二楼这边 然后里面 是什么都没有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柱子的一些颜色的背后的意义啊 这是一个高管刚才跟我们说的你们可以留意到这里的颜色的话其实是香槟精的颜色吗 香槟精的颜色为什么要用这个颜色呢是因为华为早期你们知道是做通信的吗对不对 通信的话的材料是铜铜铜的颜色的话大概是这个颜色所以呢他们决定用这个颜色来来宣传他们的一个初心 另外啊你们可以看到天花板这边天花板这边的话有一些花纹的设计啊可以看这里 花纹的设计 用到这个设计也是因为本身这栋楼的话呢是一个上海的老建筑吗已经很多年了 所以呢也是沿用以前上海建筑的这些花纹来表达他们的一个对建筑的尊重 这一面墙是他们的手机壳的配件墙 看一下 上面写着三里屯北京的一些地址 可是这个东西可以直接拿下来啊 他是西部式的 然后长这个样子 然后如果我要抽出来的话发现其实呢 里面是没有库存的 我不知道他们的库存是还没到还是怎么样啊 但是我发现他们这个配件墙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要用力的拿下来 这个东西就拿就拿下来了 反而抽屉不下来这个东西下来了 因为顾客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要看里面有没有货吗 我有没有货的时候我一拉 他这个西力实在是有点不太足啊 一拿就拿下来 所以如果我要把这个抽屉打开我可能要这样子才能比较用力的才能打开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这个问题还是其他的 其他的都这样 其他都这样 我不知道其他的有没有货啊 哦 都是没有货的 难道没有一个是有货的吗 哦 这里有货 看一下手机壳多少钱 啊 99块钱 一个硅胶壳 99块 这边 这边 但我觉得这个设计有问题啊 就是很容易的就把这个呢拿下来 但是呢 抽屉并不好拿并不好拉开 这个是一个问题 二楼这边呢 还有一个休息区 这个沙发呢 其实坐上去还是很舒服的 啊 软软的坐上去挺舒服 这边的话是音乐区 这边是个华为派吧 然后这是耳机 这个是华为pencil吗 也是吸附式的 像apple pencil一样 吸附式的 好 然后呢 在对面 这个有什么特别吗 可以无线充电吗 是的 好 放上去 你拿iphone放在 华为电充电不好吧 拿开 拿开 哦 对对对 对面的话 你们可以看得到啊 对面是apple store 对面是南京东路apple store 然后呢 这里可以看得到苹果店 这里就是华为店 其实呢 apple store的对面 就是这里的对面呢 是一家三星 所以呢 南京东路现在非常非常热闹啊 有apple store 有三星stone 以及这个华为 目前的一个旗舰店 在二楼这边 还有一个读书的区域 这边有好多书啊 感觉是一些摄影的书吧 因为你知道现在华为的一个镜头 是莱卡镜头吗 很多摄影的书 然后 还有什么 这本书是讲什么 意大利修道院 扇石秘密花园 感觉其实什么书都有嘛 这个书架 偶尔有人在这边看书 这里也有无线充电器 还有一个小音箱 来给大家看一下华为手机和华为电脑之间的一个交互啊 来展示一下 好 手机放到电脑上面之后 会自动感应 有一个手机的桌面 然后手机这边 如果操作的话 随便点开一个 你看 这边电脑会同时的显示 很及时 电脑操作这里会显示吗 对耶 然后看一下这里 所以他们是互相可以对的操作的 完全同步 很通透啊 而且流畅是什么 很通透 给力给力 这系统可以 给大家看一个微博的新闻吧 点开微博 然后呢 我们搜索一下 在这边 搜索一下 搜索什么呢 下一道梦 梦 这个孟晚舟 第一条新闻就是这边 这个是触屏的吧 你看 那我们赵立坚就回应 你的问题问作人了 希望加拿大尽快释放孟晚舟 不要再做美国的恶狗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冰箱 我打开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冰箱并不小啊 虽然我说它是小冰箱 它是一个三层的结构 然后打开来看一下 而且是双开门的 是不是 全部敞开来看一下 把那个也打开 对吧这个 这个空间非常非常大 大家看一下下面 再看这里 再看这里 那我们介绍 介绍一下 它是不是已经接电了呀 对的 它是真的冰在这边 它已经接电了 哇 还是很用心 29999 29999 2万多是不是 我看一下这个饮料是不是真的 饮料也是真的 所以这冰箱饮料是真的 这些呢是模型 这边是模型 这边华为请了一个嘉宾叫做刘树伟 来分享他的摄影作品 至少二维码会送明信片吗 这个对不对 是我们根据您签到 我们会有一个签到礼物 这样子的 哦明白 对吧 对吧 给大家看一下 那您这边 要输入登记一下 来我看一下这个 是上海建树的一个明信片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东西呢 很像垃圾桶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消防栓 有顾客啊 以为这个东西呢 是垃圾桶 就会扔垃圾到里面进去了 然后他们 这边一个负责人 在收集我们这些反馈 希望可以改进吧 因为呢 这边有个问题就是 整整栋楼啊 一楼二楼三楼 整层整层楼呢 都是没有任何一个垃圾桶的 想扔垃圾的话 其实像我们今天啊 我们今天喝完这个饮料 拿了有接近十分钟 都找不到一个地方去扔 然后呢 他们的主管再收集我们的反馈 希望贴以后 在这个消防栓的地方呢 贴一个标识 又或者在他们店的 好一个地方 增加一些垃圾桶的一个位置吧 好的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一楼主要的产品区 你看有华为PAT 那边有电脑 电脑在这里 然后他们结账也是移动结账的 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设备来买单 这边的话就是他们华为手机的区域 这台是什么 看一下 哦 有很多种系列 这个是华为Mate 30 这边的话是手机壳 这边的话是手机壳 很多人很多人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是南京动路步行街吗 在这边的话是苹果店 然后在我的右手边 你们可以看到有一家三星店 对不对 然后呢 再看这边 这边的话 是华为 你们可以看到吗 对不对 是华为 这个是刚才华为发的水啊 我再先喝一口 作为一个之前也做吃播博主的话 测评一下这个水好不好喝 像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牌啊 就是一瓶普通的水 但是呢 也是希望借着瓶水 希望加拿大政府尽快的释放孟王舟 不要再做美国的二狗腿子 孟王舟加油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给我点赞 在评论区里面打卡留言 将这个视频转发出去 如果你喜欢我频道的话 也可以多多支持我的频道 然后呢 也可以多多支持华为 谢谢大家 拜拜